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在这些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11月24号 这一期咱们闲聊大A 咱们有好多天已经没聊这个大A了 最近大A聊的少 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国内这个平台 它不让你聊大A 你只要一聊大A 它不仅不给流量 而且它还警告限流 这种规定当然是很可笑的 就是说它要求你 你得有这个证券 什么资格之类的吧 我不清楚 我也不管这些事情 对吧 我又不是股票中介 我又不是推荐人炒股 就是聊这个大A 它就不让你聊 所以咱们就偶尔的聊一下大A 我看了一下 咱们大A一直在大概3000点上面 来回震荡 不上不下 已经有十来天了 上吧 上面一堆小伞准备跑路 这中间恐怕包括胡锡进老师 据说胡锡进老师最近 已经是意志不坚定 动摇分子 像胡锡进老师这样的 恐怕到时候难免啊 恐怕也要跑 所以他是上不去 下吧 有枪顶着 他也不敢下 现在就这么个情况 按道理他应该完善走 因为最近啊 方方面面的好消息啊 这个强心争案没少打 利好消息 没少释放 无论是国际大环境 还是国内的小气候 你要从国际看啊 这个中美关系 现在逐渐在改善 也不让骂美国了 就说你要骂美国 注定一 这个欧乌战争啊 好像也消停了一些 冬天了 双方都想喘口气 天太冷 中东呢 让哈马斯喘口气 中东的结局啊 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时间的问题 也出不了什么大事 也不会什么升级啊 失控啊 本质上跟剿匪差不多 所以不用担心 这个缅北呢 电炸已经差不多了吧 国港地区 首要分子也被抓了 实际上缅北 它也不算热点地区啊 因为缅北 它升级升不到哪里去 对吧 那个都算不上国际热点 只是局部地区 有点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连美国人 美西方都没工夫 来关注这个地方 只有俄迪啊 跑过来蹭个流量 所以你看啊 现在全球啊 热点地区 基本上不会有这个 恶化或者升级的这个趋势 应该是在大家的预期之中 这个实际上是有利 资本市场运行的 因为资本还是喜欢这个确定性的 资本不喜欢不确定性 这是国际啊 国内呢 无论是楼市 还是外汇 你看楼市 现在小到小去啊 外媒 传了那么多 关于旧楼市的大招啊 又是50个白名单 对吧 又是无抵押借款 这个就纯粹是借款 真给啊 只要你敢要 它真给 外汇汇率 你看 现在也是在向好 那不说这个整个的经济啊 好转 它至少它是稳定 稳中向好 这么个态势是在的 这个股市运行啊 它也需要外部环境 内部环境 现在稳定了 那按理来说啊 人心思涨啊 美元的外流 没那么快啊 因为人民币在升值啊 这些都有利 股市稳住 上涨 关键是监管部门呢 对这个股市的惩罚 对吧 对这些违规 违纪 这些坑害中小投资者的 这些违规减持的 现在是绝不容忍 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况下 股市应该涨 然而它偏偏不涨 这炒股的人应该懂 该涨不涨 那就要跌啊 说不定还要暴跌啊 所以说啊 还要好作为之啊 这次啊 从2900多年上来 像一个弱反弹 力度非常弱 被逼的啊 弹上去的 刚才咱们说啊 如果再往上弹一步 胡锡进老师 恐怕就动摇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胡锡进老师 最近他又写了一篇小作文 他是前天写的 他这个小作文说啊 他说老胡今天跌了 4749元 超1% 说到这儿 我得这个提个疑问啊 就是胡锡进他聊股市 给不给流量 封杀不封杀他 警告不警告他 我不相信胡锡进有执照啊 这个他不可能有的 有 我不知道各大平台啊 他是怎么处理的 这个什么西瓜视频啊 什么抖音啊 什么B站啊 对吧 你们自己摸着自己良心 还有微博 胡锡进老师 有没有相关的什么资质认证 你要说那个股市呢 叫李大肖的 他是专业的 人家有证有照 这个没毛病 但是胡锡进老师绝对没有的 我们接着看胡锡进老师怎么说的啊 他说本来前两天情况还不错 我股账户的福亏减少到两万元以下了 但是今天又一把回到解放前 福亏回升到两万三千零五十九元 说实话 如果单说这亏的两万几千元 老胡并不着急 因为早晚肯定会回了嘛 但是很多网友天天问我 情况怎么样了 还亏多少 我得隔三差五 硬着头皮抱一下 我也想过干脆不写了 但各种谣言很快就出来 那些谣言像刀子顶着我的后腰 逼我写 亏损的数字不好看 我怎么能把它圆得好看一点呢 老胡发现 如果按一些网友颁发给老胡的标签 我自己这个盘最不好雕 网友送给老胡的这个标签 不就是雕盘吗 胡雕盘老师吗 胡锡进说 按照网友送的这个雕盘 他就发现 他自己这个盘是最难雕的 这个胡锡进还挺厉害的 能够自黑 就像能承认中国国族 踢得不好 技不如人 水平不行 这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发现胡锡进 他经常自黑 你看今天说 我自己这个盘最难雕 上一次他拍了个视频 他自己说的 他说网友夸他 说这种盘你都能雕得起来 他挺高兴 我在想 敢如自黑的人 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挺可爱的 至少不那么刻板 至少说明他部分的接受 或者承认外界对他的这个评价 胡锡进说到了谣言 这个我很理解 因为胡锡进 他炒股之后 吸引了大量的人关注 以前大家关注的是 关注他怎么雕盘 关注他对国际 国内什么形式的分析 怎么去叼盘 自从他炒股以后 大量的这个股民也关注他 所以每天盘后 看一看胡锡进老师的小作文 成了大家的一个喜闻乐见的事情 咱们这心态很复杂 有人希望看到胡锡进老师赔的这个垂心顿足 有的人希望看见胡锡进老师丢人出洋相 大家都喜闻乐见 都希望把胡锡进老师当个这个笑料来看 就是股市投资啊 我估计啊 真心盼着胡锡进老师赚钱的 恐他不多 更多的股民是希望自己能解套 然后同时胡锡进老师要多赔一点 这样恐怕心里好受一点 所以胡锡进老师 他有的时候他不写 他懒得写 烦了呢 每天报赚了多少钱 亏了多少钱 然后还得写一段感想 估计他也觉得没意思 但是胡锡进老师这样一不写吧 或者写的时候姿势不对 对吧 表达的这个态度不对 网友各种猜测就出来了 有人就说他赔惨了 他表面说他只赔了两万块 实际上他赔了十几万了 三十个点赔没了 就是各种谣言就会出来 对吧 有的还说胡锡进老师炒股炒抑郁了 连他最爱的这个小作文都不写了 因为很多人认为胡锡进老师炒股 是为了赚流量嘛 你赚流量你不写小作文 你怎么赚流量呢 对吧 赚流量赚钱呢 结果你看他好战事件他不写 既然他流量都不赚 说明他抑郁了 违背初心嘛 忘了初心 违背初衷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各种解读就出来了 胡锡进一看也受不了了 各种谣言像刀子那样逼着他 所以他只好又得写 勉为其难呢 这我能理解啊 实际上咱们客观的说 胡锡进老师他赔的不多 才赔五个点呢 大家都知道都炒过股 赔五个点算怎么回事 小意思啊 胡锡进老师啊 他是 我也不知道他买了什么股票 他自己没公布 我估计啊 按他这种性格 可能买了很多这种国企的 大盘口 他应该不会炒概念 因为他的概念不懂 我估计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股市波动这么大 他股票波动还不是特别大 五个点大家知道 对吧 稍微再谈一谈 他去解套了 没多少 按照胡锡进老师啊 个人的这个操作习惯 他现在就是卧倒不动嘛 装死 他如果那个严格的遵循 他自己这个交易规则 我觉得胡锡进老师解套啊 没问题 快的话春节 他就能受到红包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他能做到 他不动 我估计他股票踩雷的 可能也比较小 踩雷什么意思 就是你买的股票 他突然宣布要退市 突然这股票一个利空啊 就是黑天鹅 灰犀牛 一下击中他 然后就停牌 大家都被套住了 最后就是退市 一开盘就是暴跌 暴跌 就是跌停 想卖卖不出去 就这种啊 我估计不太容易 所以说胡锡进老师这个 他解套啊 不难 前提就是他严格按照他自己说的 他就是不操作 我为什么这么说啊 炒个股票人都知道 反正我是炒股票 在我这个彻底 吸手不炒的之前啊 在我退出股票市场之前 我炒的那些股票 我现在回头再看看 想一想啊 这股票到现在 如果我都拿着不动啊 我到现在肯定不赔钱的 恐怕是赚钱 不就是赔这么多啊 实际上我炒股票 亏就亏在什么地方 亏在自己 频繁操作 我也知道 你买了这个做长线 价值投资 看好这只股票 就不要动 这道理都懂 但是关键你手痒 加上自己贪婪 自己恐惧 有的时候一涨 涨十几个点 很开心 然后就套现嘛 就要落袋为安 有的时候觉得他还要涨 然后加仓 总之啊 悲剧就这么产生的 有的时候 我一卖掉吧 他还涨 还涨 我就觉得吃亏啊 趁他回调的时候 赶紧买进 对吧 咱制作就改啊 重新上车 结果等你买进发现 亏了 结果他真的下跌了 而且不打算涨了 把你前面赚的钱 装不搭在里面 还赔了手续费 最后要扛不住了 着急啊 看到别的股票也在涨 所以这样一刀割下去 换别的 所以我大部分亏损啊 恐怕都是这么造成的 就是频繁交易 这个道理好懂 但是非常难执行 这实际上是自己跟自己较劲的 要求自己做到啊 手中有股 心中无股 股票涨跌 自己都不在乎 随便看 他爱涨不涨 爱跌不跌 我就是不动 这很难做到 就是我14年15年 买的股票 我要拿到现在 基本上 即便有赔的啊 就是现在比15年14年 那个价位还低一点的 但是我也只要拿着不动的 我绝大部分都是不配钱 甚至还有赚钱 但是你要考虑到这七八年里面 他好歹还分点红啊 所以我可能不配钱 我可能还赚钱 但是我拿不住 所以我希望胡锦老师啊 哎 他能真的拿得住 就这么拿着 直到解放的那天 关于这个股市 为什么长期不涨 胡锦老师啊 他在寻找答案 我看他 14号他发了一个微博 他说啊 股市长期不涨 涨一点就往回跌 我不知道是不是散户太多 容易被割韭菜有关 散户们都跟老胡一样 觉得自己挺聪明 但是 听一下我今天的这个故事 大家或许会有别一番感受 老胡说啊 咱们股市为什么不涨 就是散户太多 稍微涨一点就跑 实际上我也认为啊 这个咱们大A啊 目前这个现状 跟散户太多有关系 但是为什么有关系 跟胡锦老师这个看法不太一样 总之就是散户太多导致的 胡锦老师啊 在这个微博里面 他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啊 是一个牛散 每年交易额 说三千亿 然后是一个人超股 有十几个助手 帮他盯盘 向他汇报 然后他来决定 卖出还是买进 每个人呢 盯好几个股票 好几个大屏幕 这个牛散公司啊 有100 200块大屏幕 就这么盯着 买进卖出 这个牛散啊 没什么文化 七零后 这个牛散呢 是老胡 胡锦的一个朋友 告诉胡锦的 胡锦的这位朋友啊 说跟牛散是朋友 那就是朋友的朋友 这个牛散 基本上算是白手起家 他当初进入股市的时候 只有20万 现在已经几十亿了 胡锦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甚至胡锦还举了个例子 2008年 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这位牛散呢 在15分钟之内 把他所有的股票都清掉 然后买入四川板块 就说明他会抓机会 抓时机等等啊 胡锦说啊 这位牛散 从一个苦逼小散 一跃成为身价 几十亿的牛散富翁 付出了巨大努力 据说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 极少出门应酬 他从一颗韭菜 深深把自己打造成了镰刀 他一路不断成功 无数待在原地的小散 都成了被他收割的韭菜 听着他的故事 老胡觉得这个人 既可敬又可恨 可敬的是 他靠个人奋斗取得了成功 可恨的是 他用自己掌握了 娴熟技术 开始割我们大家的韭菜 他每一次成功的操作 就意味着有人成为他成功做了铺路石 另外需要指出 这位牛散一直都在A股上 没有把资金往境外股市上倒腾 虽然赚了钱 但是那些钱都还继续在A股上运营 基本没有抽出去干别的 胡锡还说啊 如果这样的短线拼杀 长期是A股的主流文化 那么我们这些小散真的非常不幸 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我们怎么可能拼得过这个真实故事的主人公呢 我们不可能不在这样的拼杀中 被他击败 被他收割 据说A股至少有几十个这样的牛散 还有很多机构 我们真的打不过他 A股一定要实现健康发展 股指实现慢流的长期震荡上行 我们这些小散或者多买基金 或者买几只自己长期跟踪 并且熟悉了的股票 买下来就能多赚一段时间 如果就是在这样的原地震荡中 不停买进卖出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变成镰刀 投机成功 把别人当韭菜割了 那么注定会有多数人 在这样的丛林法则中被不断的压向食物链的地步 这是胡锡进啊 通过有人给他介绍一个牛散发家致富的这个 或者炒股成功案例 他得出一些结论 首先啊 我不否认啊 股市有这样的牛散 但是 所有的故事都一样 我们只知道官先的一面 就是我们知道的是他们想让我知道 一定要知道这不为人知的一面 不堪的一面 他是不会告诉你 我们就知道他花了二十万入市 现在他恐怕有二十亿资产 涨了多少倍啊 一万倍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但是他成功的背后 有多少肮脏的故事 他是不会告诉你 就像徐翔一样 徐翔没有被抓之前 他就是股神 谁知道啊 一抓 神话破灭 所以大家不要迷信这些所谓的牛散 现在很多在电视 在媒体上吹嘘自己的 抛头露面的 这些介绍自己成功经验的 他炒股挣了多少钱的 大家不要相信 一 他可能是个骗子 他的所有的成功是包装出来的 是假的 第二 即便不是假的是真的 但是他那个成功一定不是他所说的 他是投机取巧 他一定是 就是用了刑法上面的 所规定的 所列的犯罪的 比如说十条 他至少用了九条 条条都在刑法上写着呢 哪一条都能够他进去做几年 第三个 这个游戏还没结束 只要他不离开赌场 还有跳楼的那一天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所以胡锡进老师 他朋友多 大家也知道他在抄股 所以很多人就给他介绍 或者是传这些消息 胡锡进老师 恐怕有很多这样的 所有的朋友 我是不相信的 对吧 这个跳楼的股神 多了去了 每天 不能说每天吧 隔断时间 媒体就报道一次 前不久深圳的一个股神 对吧 二十几岁就已经财富自由了 炒股炒的 装了上千倍 上万倍 巴菲特 对吧 都不在他话下 他是中国的巴菲特 结果呢 许老板一抓 他那边就跳楼了 为什么跳楼啊 因为他知道自己回本无望 裤子都配掉了 没有翻身的机会 还有股神 跑路的 对吧 跑到国外 发个通知 说再见了 大家各奔虔诚吧 这些才是真实 你听朋友说的 你听这个说的 听那个说的 甚至你听他自己说的 那都有可能是假的 只有跳楼是真的 只有潜逃出国是真的 只有跑路是真的 记住了 巴菲特只有一个 不能有第二个巴菲特 就不要说这些洒货了 公募基金包装出了多少明星经理人 哪个不是股神呢 结果呢 就为什么这么多例子 就换不行 胡锡进这样的人呢 就这么容易听别人说一嘴 哎 他就是牛伞 对吧 明星基金管理人 有多少明星基金经理 我记得啊 我炒股的时候 明星基金经理叫王亚伟 我为什么知道他呢 因为他也是安徽人 那个时候最火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2020几年 2010年前后 那个王亚伟是最火的时候 哎呀 好像前不久 传出消息 他被逮进去了吧 已经抓进去了 昨天啊 有一个人 跑到咱们直播间 吹嘘 哎 一直在那叙叙叨叨的 说他30倍 几十倍啊 对吧 我忍了他一会儿 后来他还在那吹 我就直接把他拉黑了 对吧 你能保证自己30倍 你还有时间跑这来扯啊 我刚才还说的第四点还没说啊 就是说 即便他说的都是对的 他那个成功的路径啊 他没有办法复制 什么叫没有办法复制 就是我按他说的 再走一遍 他是赚钱的 我肯定是赔的裤子都没有 所以这样的故事 你听了有什么意思 只会误导你 就是我掌握了一种方法 炒百分之百赚钱 那你说我还有时间在这扯淡 我就玩命的去炒啊 因为他百分之百赚钱呢 这第一个 第二个 那我得加杠杆啊 对吧 我能借一个亿 我就借一个亿啊 能借两个亿 借两个亿啊 高利贷我也得借啊 因为我只要放进就赚钱 滚血就越滚越大 我很快我就会超过巴菲特 非常简单啊 我借来一个亿 我也可能借不到 因为你没有那么的资产 那我借一千万可以啊 打个比方啊 我拿这一千万 作为列后资金 我跟你借钱 对吧 我承诺你年化是十个点 二十个点 保证借人干了 然后你是优先资金 就是不管多少 你都赚二十 我呢 赔赔我的 对吧 这不还有一千万是我的吗 先赔 对吧 赚钱先分给你 你百分之二十 我保证能赚钱呢 所以说我就加杠杆 对吧 我一千万 我可以把它做到 一个亿 两个亿 对吧 我再把这两个亿再去套 再去把这两个亿做列后 我能借十个亿 一旦第一年 你真赚钱了 你这个民生一传出去 你吸纳资金的这个能力又强 你可能马上就是控制上百亿的 对吧 你不是百分之百赚钱吗 你要不了五年 你绝对会超过巴菲特 事实上是什么 事实上是不可能 成功不能复制 尤其超过 对吧 所以我一直酷口婆心的告诫 对吧 大家要认清现实 不要听这个人扭伞 那个人是股神 我听到更多的都是股神跳楼 咱们还回到干财啊 胡锡进老师认为这股市啊 不涨 是因为散户太多 哎 巧了最近啊 这个李大肖老师啊 他也这个观点 这个李大肖最近啊 他说啊 股市不是普通投资市场 李大肖呼吁投资者回归家庭 认为家庭的重要性超过了股市 他指出股市不是普通的投资市场 更不是简单的融资市场 我们都是受害者 包括他自己 当然我在网上看了别人转发李大肖的 不知道是不是李大肖本人说的 如果李大肖现在说这种话 那说明他良心未免 就是还有那么一点良心 这个股市就不是普通投资者 你呆的地方 很多人都认为自己能赚钱 拿自己的短处啊 跟别人的长处去PK 他不知道理财 对吧 投资是他的短处 是他的人生中啊 这个短板 最短的那块板 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他的强项 拿自己最短的那块板 去跟人PK 普通投资者啊 应该回归家庭 不要超过 当然了 咱们这个机构投资者 对吧 咱们的基金也没有培养起来 没有值得信赖的基金 机构 也是这个散户多的原因之一 如果真的有值得信赖的机构 值得信赖的基金 那么恐怕也有很多散户啊 就宁愿把钱交给机构 交给基金去打理 刚才咱们就说了 这些基金都是包装出来的 这机构的作假 我们能相信谁呢 所以说来说去啊 把这个钱存在工行是单下 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最后啊 我们再看一段小视频 这个小视频啊 主要是两位股市大佬 在闲谈 在解释 大家看视频 开心不像说了吗 还在拨夺他这个 你看 不用 你还准备当这两位主席吗 还正经吗 确实这件事啊 真的是一件 我很救你了 就知道这件事也不行 啥子都不知道 这两位主席是刘老师 现在最正确的 因为这个事有关系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因为我太爱 因为大家知道 从两手两网的设计 一直到整天会的实践 一直到今天 跟这个市场改天开始 但是看到总是这样 起过来 而且看到了很多事情 总是在中国国情 跟西方规范的发展上 出现这种偏差 就很着急 所以由于我太爱 所以网上人都把我叫 您面子面位 确实有这个 这个我猜 我猜你 那我也确实着急 因为我 因为你这个爱好 什么叫爱好 所以刚才啊 我问他们 为什么要走 他刘金光马上讲 但是呢 这个民间政监会主题 那个想法 确实是我感觉到 最纠结的一件事 我们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实现不了 但是呢 真的是 感觉到 实在说 要想贯彻 把故事搞上去 因为像古建文治改革 这些想法 没有权力 就这会儿 萌生过 为了中国股民 我就当以为 这政监会主席 这时候你有内想法 但是这想法后来 被一个电影 主要电影 主持人 在华山路电中 他问我 他说 刘教授 怎么有人都反映你 一定正经理主席啊 我当时很警觉 我说 你千万不能这么讲 如果这么讲的话 不是你进阶 可能就是我进阶 就我最后 他进阶 这个人叫 瑞承道 今天怎么 还有一个状态 还漏这样的问题 国际 从前也 下面 下面我管说整体 我最纠结的 我最纠结的 某种意义上 跟今天的论坛也有 即使的理论也是实践 就中国三十年股市的发展 在处理中国国情 跟国际规范之间 我们特别的矛盾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今天 吴校长 吴 前校长 他在发言中 对股权分治 他看得很重 一座封碑 他是怎么评价的 就使我感觉到 就是我们年龄的这种差距啊 在认识跟方法论上 实际上纠结在 你是按照西方的规范 还是中国的国情 去看待事物 在当时的背景 小熊的第一次跟我辩论 是在贺强的问题 他说 股权分治是独流 我当时就一份填膺 通知了 你太野心了 因为什么呢 股权分治改革 在中国的股市创办上 不不可莫 如果当时不高股权分治 今天你后来 我发现他有进步 他开始承认在当时 人家说你税有话 不让你搞股市 你不让你全流通流 从而以后那股份都 全是中央的 你都没法分 财政都不好 股份制就没法 搞成中国的股市 不仅这儿分治 我们还有股份分治 有A股 B股 C股是法人股 A股 B股 所以跟高一静从国外回来 我们一次联版论坛的编论 他说我们不在中国 你们怎么搞出这么多股份来 我说对了 中国只要水都往东流 多几条长江黄河 美国一到 我们先起步 关键是和挖一条运河 它的股价 它总比分治要好 所以中国的改革 就像学法经历人说的 你要研究 就性价 我们第一阶段 只研究性能比 就建一个钢铁大桥 全替关全流通 你建不起来 你没得来 所以为了挖着石头 我们先建一个木桥 再建一个石砖 条件成熟了 在全流通建钢铁大桥 我说话两句了 今天我看到了你的进步 你说股权分治有着作用 但是你后边还说 他走了弯路 他绝不是弯路 抽搬路的人只有是你这样的年轻的 铺平经济学家才说得出来 我谈话 民间证监会主席 一个是前人大副校长 他们经常在媒体上 在论坛上面 为中国股市发声 为散户发声 而且这两位对目前A股 就目前批评的多 最后我再说一说 咱们借用一句台词 就是如果你恨一个人 你就出现他是吵 当然咱们不要动不动就恨 再说一般人也没有几个仇人 说需要恨的 咱们就劝那些小粉小红 家头老师 家头老师的粉丝 劝他们去炒股 为国炒股 为国接盘 这不挺好的吗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家头老师偏偏的不炒股 他还瞧不让胡一进炒股 目前的股市 我的观点一直不变 就是现在这种股市 还是早割早收益 不要梦想着在股市发家致富 股市充其量只能是 小赌移情 你犯少量的资金一万块 赔了你也不在乎 你就拿这个解个梦 越早放弃 从股市赚钱 什么改变命运 从股市赚钱 还这个房贷 买学区房 对吧 这种思想 越早打断越好 这种念头啊 越早停止越好 这个梦啊 就越早醒 越受益 好这一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